来到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 重读中华人民讲座系列的第二讲 那么当然我们讲者仍然是沈志华教授 上次我答应会介绍一些沈教授的个人的情况 那么因为他跟他个人有关的资讯也是太丰富了 所以跟他一些丰富多彩个人活动有关的呢 我仍然是留在下回分解 但是第三讲再介绍 那么今天简单介绍一下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 沈教授近年来非常活跃 在先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亚太研究所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现在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特评教授 主持多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沈教授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史 中苏关系史 冷战史 他著作等生 已经以中 英 日 韩 俄等语种发表了七十篇以上的论文 撰写和编辑了十部以上的学术论著 整理出版了几十卷的历史档案 重要的历史档案 他的学术论著 包括苏联专家在中国 以及一系列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 在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重视 那么他这边的几十本档案文献 更是功德无量 我们这个讲座叫做重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所谓重读就是重新认识 重新解读 那么沈教授就是中国内地 目前重新解读和编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 领头人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他怎么样重新解读 共和国的第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 欢迎 今天早讲那个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近十年来 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题目 也是五十多年来 这个现代国际史关系研究当中的 最热门的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以前 这个共产党这边的档案都没解密 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 主要是美国人 但都是瞎猜 因为他没档案 到底斯大林怎么想的 毛泽东怎么想的 金日成怎么想的 他不知道 就是猜 那么十年以后呢 这个档案是不断的解密 但是呢 大家的解读不一样 所以呢 争论也非常大 就现在 中国学者 还有这个美国学者 和俄国学者呢 这个看法不尽相同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 关于决策动机的问题 因为 有两个问题 就阻碍了这个研究的进步深入发展 一个呢 就是 很多档案还没解密 比如说 这个俄国 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有很多 没有解密 这个嘛 你就很难知道 他 做一件事情 他决策的时候 内部是怎么讨论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 只是他发出去的电报 或者下达的命令 或者指示 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档案 也有大量 或者是更多的 没有解密 当然有很多是 是因为就没有档案 比如 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的那几次 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没记录 毛泽东不许记录 这个 现在嘛 只能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来来来 再加上 会议以后做的决定 或者发出的电报 来判断当时 这个会议的情况 所以整个研究的情况 大体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呢 我只是 根据新的这个档案文献 从我的解读的角度呢 把这个 川战争的过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要 我们要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或者 有时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上次 上一讲呢 我讲了一个问题 当时我提醒大家注意 我说 中苏同盟条约 中国提出的那个方案 关于 这个 长春路 旅顺港和大连港 那个方案 是1月28号 被斯大林接受 两天以后 也就是1月30号 斯大林做出了 要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 这个事情呢 咱们还得从战后 把战后发生的情况 大齐捋一下 你就知道 斯大林的想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三八线 因为三八线 其实在三八线 划定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包含了 斯大林对战后 整个远东问题的设想 总而言之 那个汉城那是中心 对吧 这个汉城稍微靠北一点吧 就是三八线 那么你记住 有一点是连上的 你看一下大连 然后看一下 日本的北海道 三八线就是这么穿过去 当时打这个 日本关中军的时候呢 美国跟苏联是有分工的 美国呢 打这个太平洋和日本本土 那个苏联呢 打这个东北 当时对于朝鲜半岛上的陆军 就是日本陆军 谁来负责呢 没有明确分工 在波斯坦会议上 没有明确讲这个事 主要是我想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进展的这么神速 所以美国一扔原子弹 这个苏联第二天第三天决定 马上出兵一百五十万大军 一进入东北 日本就要投降了 这个时候呢 苏联红军最先进入了北朝鲜 八月份就开始向这个汉城挺进 八月十六号的时候 美国人呢 觉得不行 这个如果朝鲜半岛都让苏联人站到有问题 所以呢 国防部就赶快 做一个计划 那么他们就拿个朝鲜地图 看了大概 各百分之五十中间划 划了一条线 就是三八线 划完了以后 他们并没有想 这个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 他给他留了很大的余地 据他们后来 国防部回忆讲说 如果是这个三七线 三八线 这个三九线 总而言之 汉城给这个苏联呢 他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因为人家 这个苏联红军已经进入这个朝鲜半岛 而美国的海军呢 离日本最近的还在那个鲜城岛呢 还有大概六百多海里 但是 这个迈克阿瑟也好 杜鲁门 这个国防部 谁也没想到 18号两天以后 斯大林回电 同意 说行 就是三八线 当时美国人非常惊讶 说斯大林脑子出问题了 给他这个回旋的余地 他都不要 后来杜鲁门仔细看一下 斯大林那个电报 他明白 斯大林讲了 说三八线 可以 没问题 但是 这个三八线呢 如果往东延伸呢 就把日本本土的北海道 就化在三八线以北 说我们苏联红军要求呢 所有三八线以北的这个领土都由我们占领 后来杜鲁门呢 后来杜鲁门呢就给他回了个点 说呀 可以商量这个事儿 但这事儿呢 不归我管 说你找 找麦克阿瑟 他是这个远东盟军总司令 这个麦克阿瑟就 口气非常强硬 说你当然有一兵一族踏上日本本土 我就扣押你们在这个远东委员会的代表 扣押你们所有都当人质在这个日本的代表 总而言之 斯大林呢就没有办法 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 那么后来呢 这个到四八年以前 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基本上是维持北朝鲜呢 在他的控制下 他并没有想向南朝鲜的渗透 甚至南朝鲜的劳动党受到李承宛的围剿的时候 他也做事不管 他认为既然三八线已经划定 那么三八线以北呢 是我的势力范围 三八线以南是美国人的 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跟美国人发生冲突 一直到 1948年底 苏联认为呢 因为他们当时苏联是25集团军 占领了北朝鲜 他们认为基本上这个已经稳定 因为北朝鲜和南朝鲜不一样 南朝鲜呢 这美国人不搞民主 他就搞得就很乱 左派了右派了 吵来吵去 那个议会没完没了 北朝鲜没什么议会 就一人说了算 所以呢 他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 经济恢复啊 什么 那苏联人觉得放心了 那么他走了以后呢 到49年上半年美国国防部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联系研究去呢 认为 这个南朝鲜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战略价值 驻军呢 毫无必要 撤 那么到六月份呢 在这个时候 金日成跟李承晚呢 都想自己呢 来管理整个朝鲜 因为原来朝鲜的问题呢 是联合国 这个和盟国呢 曾经有过会议 就是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 莫斯科会议决定什么呢 决定托管 因为 你朝鲜人呢 你原来一直在日本人的管理下吧 那个 10年到30多年 没举 没有军队 也没有什么行政官员 他觉得你管理不了这个国家 所以 先委托我们来管一管 那么南方呢 就成立了这个美国的军政府 北方呢 这25集团军成立一个民政府 实际上都是 他们来 来来来来 这个组织 南北朝鲜的人 逐步的来接管这个政权 开始 这个金日成并不是首选 原来 有个叫曹婉直的 相当于 孙中山这样一个人物 在当时的 这个朝鲜呢 很有威望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 爱国主义 结果后来曹婉直呢 坚决反对托管 说凭什么我们朝鲜人 不能自己管理自己 非要你来管 这个斯大林就很不高兴 我后来把你扶起来 你还不听话 下去 就给 后来是怎么就失踪了 反正这个人 现在闹 闹不清楚 我还没有查到资料 然后他就让 二十五集团军的 推荐一个人 推荐的就是金日成 这个电报有说 金日成又年轻又能干 而且原来呢 金日成原来在东北打游击嘛 后来打败了 就跑到那个 哈布洛夫斯克 你看那个 对机脚那个地儿 要玻璃 跑那儿 找了一个 这省点事 就这地儿 看到没有 苏联成了一个 八十八旅 就是全是那些 东北抗日 被日本人 打败 后来跑了 然后他就 也是四五年 这个九月份吧 大概 苏联就派 派了一艘船 叫普加乔夫号 就把他们 大概有 有几十名 这个朝鲜官员 就送到 送到北朝鲜 那么到四五四六年呢 就把全力交给他 金日成这个人呢 是很年轻 那年三十二岁 野心很大 他很想呢 立即统一 这个 朝鲜 所以 四九年三月份的时候 他第一次 到莫斯科 就向斯大林提出来 我要统一整个朝鲜 当时 斯大林跟他讲的呢 说统一嘛 当然是好事 应该统一 但是呢 你不能用武力来统一 你要通过政治手段 怎么政治手段 你多搞点宣传 讲这社会主义 怎么怎么好 让大家都走 社会主义道路 都跟着你走 然后你再弄点 游击队啊 在南方捣乱 降力应外合 就行了 这话呢 这个谁 就记在脑子里了 他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啊 他觉得 这个北朝鲜 他三十多年啊 他没有 不是自己的 管理这国家嘛 所以他没有军队 没有军队 你想打仗怎么打呀 没办法 而且那会儿 南朝鲜 也就 李承晚也让人要北进 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 这人叫金一 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 就到北平 那会儿呢 毛啊 刚进北平 还没进 在郊区 在那个 双清别墅 香山呢 金一就去了 跟毛主要谈了个什么问题呢 他首先说的是 我们要解放 这个南朝鲜 毛主 好啊 解放南朝鲜好 这个 枪杆在里面出政权嘛 但是你现在不能打 你要统一 你得等 先等我统一完了 四月份 那个 解放军还没过长江呢 刚 或者刚刚过 因为他是四月大概 二十五号 咱们是 四月二十号过长江 大概四月二十五号 说你等我这儿统一完了 我把部队往北边一调 帮着你 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没问题 我们去了 这个 他们也分不出 谁是中国人 谁是朝鲜人 但是现在不行 后来说那么第二个问题 说现在呢 南朝鲜 如果要打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防御力 怎么办 说你们 解放军部队里头 有很多朝鲜人 能不能让我带回去 这个事情啊 原来嚷嚷的非常厉害 就是过去这个 大概没解密的时候 原来就是 西方的学者 都认为 朝鲜战争是毛泽东 跟金日成 还有斯大林 他们共同策划的 一个主要的论据 就是 早在四九年 中国就把部队 派进了朝鲜 其实呢 不是这么回事 他是这样子 因为朝鲜呢 他被日本那个 吞并了以后呢 大量的移民 到中国东北 大概在二战以前呢 已经有二百多万人了 那么这二百多万人呢 后来参加 这个抗日联军 也有 然后 把日本打败了以后呢 很多人呢 就参加了林彪的 这个东北野战军 后来叫四野 那么在四野里头呢 大概有四万多人 都是朝鲜人 这个朝鲜人呢 当时呢 就中国那会儿也乱了 党内战什么的 所以 大部分都是双重国籍 他也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也没有 反正是比较混乱的 也没有 说是放弃 朝鲜国籍 这个事情大概移植到 1952年 53年 我看了个文件 才让你反正你选择一个 要不然你就中国国籍 要不然你就回去 后来一部分人回去 大部分人都在中国 这是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就叫朝鲜族人 或者叫朝鲜籍人 朝鲜族部队吧 毛跟这个金一说 说现在呢 有两个师留在东北 一个是164师 一个166师 一个在沈阳 一个在长春 说这两支部队呢 你可以带回去 我给这个高岗写的写封信 还有一部分人呢 说林彪已经带走了 带到这个南方去了 等我们这个战事结束以后 你也可以拿走 你也可以带走 这样子 这个到七月份的时候 这两个师 就是方虎山的师和 叫李什么那个师长 这两个师呢 就带着全副武装就回去了 后来这两个师 确实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 但是当时呢 并没有谈到朝鲜战争的问题 从我看这个文件上看 主要是他担心 这个李承晚要往北打 他没有防御力 这个事情呢 就过了 等到六月 六月份美国撤军以后 49年六月美国一撤军 这个金日成觉得机会来了 所以九月份 他和这个苏联驻朝鲜大使 叫斯蒂哥夫这个人呢 策划了一个计划 叫翁京半岛作战计划 翁京半岛在哪呢 看 这个不太小了 反正啊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三八线的那个 还有一个 一小部分突出的地方 进城的设想呢 是这样 我沿着三八线 把部队呢 全面铺开 但是先不动 我先打翁京半岛 如果打了翁京半岛 美国没有什么反应 或者国际上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反应 我军事竟然也顺利的话 那我全线出击 一举拿下南朝鲜 这个方案呢 这个斯蒂科夫是同意了 所以他就转递莫斯科 那我看到至少有 讨论了好几次 这个究竟怎么办 最后呢 我看有三个这个文稿 就是政治局会议做的 这个决定 后来委托这个 葛罗米克呢 去起草 最后他们发出的这个文稿呢 是这么个意思 说这个 苏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 认为呢 不能采取军事行动 解决朝鲜问题 如果你这样做呢 就引起美国的干预 就使远东的局势复杂化 怎么办呢 斯大林给他出了几个主意 第一 还是多搞政治宣传 第二 多支持点游击队 当时条件成熟的时候呢 通过选举 来这个实现统议 他认为现在呢 条件不成熟 大体上 这么一个 9月24号 把这个决议呢 就发到 发到这个北上去 金日成看完以后 大失所望 情绪非常不好 这个斯蒂科夫电报 转告斯大林 说就是金日成 情绪非常不好 那么 从9月份到12月份 在三八县附近 发生了 极 这个 这个 极起比较重大的冲突 实际上那个 小冲突 大概有2000多起 今天他放一枪 明天他打一爆 大的冲突 我看那个 就是 莫斯科跟那个平壤 来往的电报 大概有那么两次 到三次 斯大林是发了脾气 痛斥这个 苏联顾问 因为当时 有苏联顾问 有五百多人 总顾问 就是这个大使 斯蒂科夫 斯蒂科夫 因为他原来 他也是军人 他原来是25集团军的 政治部组认 说 留你们这些顾问 在那干什么吃呢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们视线也不报告 事后也不 事先也不阻止 事后也不报告 大概有一个消息 他可能是从 通过国防部 那个情报局 得到的情报 苏联顾问 没往莫斯科报 所以非常生气 来往往几次电报 那么这个时候呢 10月26号 我发现一封电报 是斯大林 打给毛泽东的 他说 你两天前的电报 收到 两天前这个电报 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看这个意思吗 能推测出来 他说 在朝鲜问题上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金日成不能采取军事手段 解决统一的问题 说这个事情呢 你放心 由我来做工作 我找金日成台 这是 这是我知道 他跟 就是在12月之前 他跟毛的 就是毛 也就是毛去莫斯科之前 他们俩这个来往的一个电报 那么 最后一次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上次我讲的 12月16号 他们俩人在会谈当中 讲到第一句话 他就 不知就问他 有没有战争 斯大林说 不会有战争 你不打 金神不打 不会有战争 这个 然后 就到了1月份 事情就发生在这一个月之内 1月17号 发生了一件事 1月17号呢 是当时这个朝鲜驻 驻华大使 李中渊 要要复任 要复任呢 就在中国使馆的给他 弄个欢送会吧 工作午餐 那么金城也去了 斯蒂科夫 苏联大使 都去 金城爱喝酒啊 这个 饭还没吃多少 喝多了 喝啊 这醉醺醺醺的 一把就拉住 这个斯蒂科夫的手 这都是 不是我编的 这都是电报里写的 还一把拉住 斯蒂科夫的手 说 现在 中国的统一 已经完成了 那会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成立了 说 现在就剩下我了 南朝鲜 几千万劳动人民 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等着我去解放 我不明白 为什么 金日成 斯大林同志 就不让我去 解放他们 那斯大林老说 说你呢 等着北朝 南朝鲜 发动进攻的时候啊 你搞个反击 你再打过去 我等到现在了 李承岚也不发动进攻 我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我要 这个 去莫斯科 念见 斯大林 斯大林呢 就把整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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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会的状况 金日成说的话 写了很长一个电报 19号 就发到 莫斯科 那 斯大林 接到这个电报 以后 过了 11天 也就是到了 1月30号 突然 他给 斯底科夫 写了个回电 说 请转告 金日成同志 我同意 他的意见 但 此事 要做的 不冒风险 所以 请他到 莫斯科 来面谈 这是 现在我们 发现 这个 最早的 一封 一个文件 斯大林 同意 魏超人战争 开放绿灯的 这么一个文件 斯底科夫 第二天 回电 说 这个 金日成 接到您的电报 以后 劲告采烈 说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 斯大林同志 召见了 什么时候叫 什么时候去 其实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不能去 因为毛还没走 毛泽东呢 是二月十七号 离开的莫斯科 毛走了以后 这里插一句 过去 西方的 特别是美国的学者 一般都认为 在莫斯科的时候 毛泽东和 金日成 和斯大林呢 共同商量了 这个 其实没有 因为 往后 你会知道 毛不知道这件事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 金日成 他前脚走 金日成 后走 到三月份 三月三日号 我看这个电报 他们就开始 谈这个来往的 这个行程 那么到四月八号 出发 四月十号 就到了莫斯科 谈了十五天 就金日成在莫斯科 一共待了十五天 但这个呢 除了有一次 是在克里姆林宫会谈的 其他几次 都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密谈的 没有档案 至少我没看到 现在知道这个情况呢 都是这个谁 有个叫文日 文日是原来 他陪着金日成 去的莫斯科 后来他叛逃了 南朝鲜 不是跑美国 我们跑哪去了 后来就 披露了很多 很多内情 后来 北朝鲜跑的 因为 这个55年以后 金日成 朝鲜有四派 有莫斯科派 有延安派 还有南方 南老党 就南方派 还有他的游击队派 四派 从1952年 到1956年 到1958年 金日成 几乎把那三派 全部赶尽杀绝 所以很多人都逃跑 还有一批 跑到中国来 一批跑到苏联去 后来他们这些人 披露了一些情况 也可以弥补一些 档案之不足 那么在这次会谈的 过程当中呢 大概确定了 这么几个事 第一 斯大林 斯大林主要是担心 如果你要是 发动了战争 美国人 要干预 怎么办 美国人会不会干预 如果他干预 怎么办 金日成讲 说这个 斯大林同志 您放心 我这次 发动的是 闪电战 这个 他跟那个 朴县永一块去 朴县永原来是 朝鲜劳动党主席 在南朝 在汉城 后来被李承宛 赶到北朝鲜 朴县永同志 在南方有 二十万劳动党员 只要我这一开枪 那边就起义 四天之内 解决战斗 那个时候 美国人来不及反应 我已经 占领了汉城 大概 讲的这么一番话 当然 我相信 斯大林不是 仅仅听这个 金日成的 这个保证 因为在此之前 其实还发生了两件事 就一个 一月五号 杜鲁门的宣言 一个 一月十二号 艾俊逊的讲话 特别是艾俊逊 讲到 说 这个 韩国呢 就是南朝鲜 不在美国的防御线 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呢 主要是谈了一个 怎么跟中国交代这回 这个 这件事 因为当时呢 毛是蒙在鼓里 他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他跟斯大林 说好了呢 不让这个谁 毛当时想法的 他得还台湾问题 还没解决呢 他要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斯大林呢 知道毛心里 如果他知道这事 肯定很不高兴 但是呢 他又不能不告诉他 刚签了中苏同盟条约 你就瞒着他这么大的事 所以他跟金城 讲了这么一番话 说金城啊 你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到中国去一趟 这件事 你来告诉毛泽东 说毛泽东啊 是个这个革命的专家 东方的问题 他比我清楚 你去听听他的意见 大概这是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主要商量的就是 装备和更换这个顾问的事 这些到 大概到四月份 五月份就都完成了 但是金城呢 是不大想跟中国谈这个事 因为他认为 有苏联的帮助就足矣了 而且 当时朝鲜跟中国呢 还是历史上有一些 这个咯咯哒哒的事情 对吧 他就老拖着不去 那么到五月三号 我看有一封电报 斯大林给这个毛泽东的 这个金城老不去嘛 斯大林有点呆不住 坐不住 他就给毛打了一封电报 说 前不久 金城到我这来了 我们谈了一些问题 具体谈的什么 由金城当面向你介绍 到了十二号 这个莫斯科和平常之间 又有电报 斯大林很着急 说让你去 你怎么还不去呀 你赶快赶快去 这么十三号晚上 金城就到了北深 到了北京 当然双方进行这个会谈 一谈就谈谈了 金城说呢 说我啊 最近刚从莫斯科回来 这个斯大林同志 已经同意我们的作战计划了 说我们马上就要 这个发动进攻 这个毛泽东说 不对啊 说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 斯大林没跟我说的事啊 确实 你先走的 你走了以后 我才去的 这个会谈就停止了 晚上十一点半 中来召见这个罗申 就问他 说这个金城来了 说了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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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番话 我们这个主席呢 让我核实一下 你现在立即给斯大林打电报 问问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电报就打了 十四号 斯大林回电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 这个菲利波夫同志 就是斯大林了 这个因为国际 这个局势发生了变化 菲利波夫同志同意 朝鲜同志的意见 但是 这件事情呢 还是要经过 这个毛泽东同志 和中英中央的统一 如果你们认为 现在不合适的话 那么朝鲜的统一 和人民的解放 就要推迟 具体怎么办 你们自己商谈 所以毛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呢 到十五号会谈 太多就变了 金城啊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们也是武装夺取政权嘛 这个路线是 道路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台湾问题 还没解决 当时中国的部队呢 是这样子 你看啊 四个野战军 这个一野在 在在打 准备打西江是吧 二野呢 是准备进军西藏 和西南平匪三野呢 在在这个地方 突建准备进攻台湾 集中了十六个军 四野是在 从河南到广州一线 作为总预备队 黄河一北 甚至长江一北 没有野战军 特别是东北 本来留俩师 还让军神的要走了 就剩一就一个四十二军 知道跟着 就是在黑龙江 农肯的 中地去了 所以我现在北方没军队 不过现在既然你和斯大林 已经都商量好了 那你先打 你先打 你打完 我再打 你还需要不需要 这个中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 一拍胸脯 我所要的一切 斯大林通知都给我了 走了 十六号离开北京 到六月二十五号 战争发动 再没有跟中国通信 所以实际情况 这个到底 中国是不是知道 朝鲜战争爆发 是知道 但什么时候爆发 他并不知道 怎么打 他也不知道 金日成 这个 采取了 对中国采取过封锁消息 你一会儿往下听 你就知道 给毛给气得不得了 他怎么知道朝鲜发生战争了 是法国报纸先登出来了 所以毛非常生气 你看 从 六月二十五号 二十六号 二十七号 三天 中国的报纸 没有一个是政府发表声明啊 什么什么 除了这个新华社登点这个消息 没有表态 也不表示支持 一直到 这个台湾问题出现以后 中国才正式表态 这个说明毛对这个 金日成发动一个战争呢 它是 心里是 是是是是有意见的 那么 这个 整个进攻的计划 现在 基本上都已经 这个披露出来了 原来呢 朝鲜人民军作战部呢 准备了一个方案 什么一个方案 但是不行 后来给送给那个江建 就是他们 作战部部长江建的送给这个 苏联部闻 苏联部闻团一看 这个 胡来的 还不知道 这打仗啊 他不知道是步兵先走啊 还是这个坦克在前 这是工兵在 怎么配合 什么都没有 算了 他们给烧了 说我们自己来了 所以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朝鲜战争的作战计划 是苏联 这个 起草 它叫做 它起了个名字 什么 就是 好像就是反攻 这反攻计划 这是 它设计的还是 南朝鲜打过来了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 大概是 当时一共有七个师吧 总言之 陆军七个师 主要是以汉城为目标 这个从铁员这边 这边从 这个 冲川 两边包围 是道德和后边 然后呢 海军呢 沿着这个东海洋线 整个反正计划 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都有 几点几分 凌晨四点 打炮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 坦克跟进 然后后边跟着陆军 从哪个口哪口突破 非常详细 这个6月26号 史迪科夫还有一个战报 给斯大林 也是 几乎你看那个战报 和原来那个计划 基本上是吻合的 这个进展确实非常 这个这个顺利 果然 四天之内 拿下汉城 二十八号 打下汉城 李承晚啊 这个人 也是 这个一千道啊 嚷嚷的要往北打 没做任何准备 你打 你凭什么打呀 没做任何准备 我采访了很多这个 韩国的这个这个 当时的一些 一些军人 他说我就是 李承晚就嚷嚷的厉害 他底下具体怎么 他没有任何步骤 但是京城呢 很鬼 他 我看这个 六月二十三号 他给 他有一封电报 是说 通过俘虏 发现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李承晚 制定了 进攻计划 几月之一 几号 进攻 什么什么 这斯蒂科夫 就把这电报 发过去了 发到 这个 莫斯科 但是呢 他跟了一句 他说 我不太相信 这个情报 显然 这个京城 他总要 他要发动战争 总要找个 借口 留个文件 所以他就弄 弄了这么一个 耍了这么个把 李承晚呢 其实也 也有一些设想 就是虽然没有 布置下去 但是他们 也开会 商量过这个事 如果打 怎么打 参谋部 最后 汉城陷落的时候呢 这文件被苏联 被京城给 给逮着了 缴获了 缴获了以后 怎么后来就 报纸上 灯嘛 说你这场战争 为什么说是 李承晚发动呢 你看那会儿 他们就做计划 但是其实现在 你要懂得军事史 你知道这计划 什么都有 有进攻的 有撤退的 还有各种预案 到底要实行什么 这才是 这个真正比较重要 那么拿下汉城以后呢 这个金日成就 得意洋洋的给萨林又发了一份颠报 说现在汉城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们准备两天以后召开庆功大会 希望 这个 我已经把总部设在汉城 希望 这个苏联顾问团的总部也牵制汉城 这个苏联顾问呢 很有意思 他这个 朝鲜的当时人民军一共七个师吧 陆军 从排长以上 一对一的 一个排长 一个顾问 一个连长 一个顾问 一个营长 反正一直到总参 这个作战部等等 所以实际上在战争发生之前 在三八线 以北的所有军事行动 实际上是苏联在操弄 但四二零有一条 不能过三八线 这部队一打到三八线 苏联顾问全部停下 让他们自己过去打 我看有个电报 很有意思 这个 当时呢 就是谁啊 就是苏联给了金城呢 这个三千辆汽车 这汽车有了 他没司机呀 萨丁就打一电报 我就金城发个电报 给萨丁同志 萨丁同志 您能不能给我们派点司机过来 萨丁说 这不行 我可以给你 你们派人来 我教你们 几天就会 你们自己 还有个电报 这个六月二十号 一个电报 就是他给了一艘炮艇啊 不知道什么军舰 总而言之 是开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圆山岗了 也是 没有驾驶人 他不会开的军舰 就是说 你给我派十个顾问 和这个领航员呀 等等 这个萨丁也是回了个电 说不行 我一个人都不能给你派 你派人来学 我教你可以 所以他呢 对这个 就是苏联人不能过这个三八线呢 是卡得很严的 那么这次接到这个 金城这个电报呢 萨丁就很不高兴 马上回了个电报 说呀 拿下汉城呢 并不说明战争已经结束 这个南朝鲜的军队都让你给 赶到 往南跑啊 你并没有消灭多少部队 我劝你啊 赶快组织部队 向南中纪 别开什么庆功会了 我那个苏联顾问团呢 也不会到汉城 这样子 这个金城 陛下队啊 还得追呢 因为他没有消灭的部队 那个南朝鲜军队都跑了 所以组织这个南北两个军团 沿这个东西海岸线南下追击 追的过程当中呢 又出事了 这不是苏联顾问都停在这个 三八线以北了吗 所以他这个军队往南追的时候 这个指挥员全弱了 是这个 军长找不到市长 市长找不到团长 哎呀 整个部队就弱了 所以大概是二十三十号几号 反正 这个三零又收了这个精神一个电报 说我们部队这个作战多阴影多大 怎么怎么样 但是很缺乏这个现代战争艺术 所以没有苏联顾问呢 这个部队没法前进 后来史蒂科夫呢 就答应他 给这个三零打个电报 这个时候三零 当然三零也很生气 给史蒂科夫打个电报 说你要搞搞清楚 你是我的大使 你不是金城的大使 说这种事你都敢答应他 说不过已经这样嘛 他说我给你可以派 这个几十个顾问过去 但有一样军装全部扒掉 他们都算真理报记者 是 这个要是被俘虏或者被打死 跟苏联没关系 这是他们去采访去了 所以史蒂林呢 其实他很很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我又要这场战争打赢 还不能把我给扯进去 这就涉及到一会儿 中国出兵的事了 那么这个时候 部队进展就比较迅速 但是呢 美国参战 原来他们都认为 美国不会参战 这个美国呢 28号决定参战 所以28号呢 美国的空军衔参战 7月5号陆军就登陆了 杜鲁门还发表一个宣言 什么呢 就是关于台湾问题 就是所谓台湾地位未定 所以美国要保护台湾 那么第七舰队 从这个印尼出发北上 路过台湾海峡 就留下了一个分队 其他当然继续 那么美国的参战呢 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美国一参战以后 整个空军全被 空中全被美国人控制 虽然地面上 它还是处于劣势 但是这个后勤 补给什么等等运输线 就破坏得非常厉害 战争呢 到8月20号 进入这个交织的状态 就在这个地方 土山 这条江 叫洛东江 原来还守了一下洛东江 好来洛东江也没守住 就剩土山一个一圈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谁啊 麦卡斯设想了一个 这个人川登陆 这个人川登陆啊 成功的机会是很少很少 有美国军事专家呢 写过书说 在人川要军事登陆 成功的几率 五千分之一 为什么 我去过这个人川这地儿 它这个海岸线啊 它那个就是 海水特别浅 所以 它非得退大潮 就长大潮的时候 这个军舰才能靠近海岸 而且呢 只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要登陆不成功 这个海水一退 这个船就所有船 都得搁浅在沙滩上 那不就成了火把子 所以美国国防部 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人 同意他的作战计划 但是麦卡斯这个人 这个非常强 他就要这个作战计划 谁也拗不过的 他就集中了七万人 九月十五号 结果是 一举成功 其实呢 这件事 就我看的材料 至少有三次毛泽东 提醒过这个金日成 直接的电报 还有通过这个 尼智亮苏联大使 不是 中国大使 还有通过苏联人 有三个文件 能够证明 毛泽东曾经跟他说过 说你啊 现在战线推的这么长 说你要注意后方 特别是 有两个地方你要防守 一个是仁川 一个是圆山 就是他东西两岸的 那个 有两个港口 金日成 不听 后来我问过柴承文 因为当时柴承文 那去了 我说为什么金日成 这个这个不听 他说 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呢 金成认为 美国没可能 这个这么快 组织起部队了 第二个呢 他也分不出部队 南方打得很紧 所以他就想赌 我在你没有策后登陆之前 我先把这个 府山拿下 战争就结束了 那么 那么 毛呢 其实这会儿呢 就想出兵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 几次 从七月份组织东北边防军 毛就说 八月五号 集结结束 这个做出动准备 到这个九月份 又后来又推迟 因为八月五号也是刚集结 但是实际上这个部队的装备什么都没有落实 又推迟到九月 特别人传登陆以后 这个高岗亲自到十三兵团做的动员 都让部队全部换上朝鲜军装 准备出动 但就是没有得到军程的允许 毛呢 当时设想的是 你往南打 我给你守着后边 这个战争结束 赶快结束 完了 我还得打抄 打那个台湾呢 这个军程呢 就是不让去 不但不让去 什么消息封锁 我看到有两封电报 是中文来打给斯大林的 他就抱怨 说这个 你让我们帮助朝鲜人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也不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帮助他 这个斯大林讲 回电说 这个是 他们我们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金城这个太年轻 他不懂事 我去说说吧 来来往往 金城其实是很有心计 9月5号 这个谁啊 这个中来派柴承文去 说你呢 这次 因为柴承文原来是在一野 就是搞情报的 说你就作为武官去 你就在金城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汇报 好 他到了平壤以后呢 金城 住的这个 这个劳动党中央 大院高级宾馆 好吃好喝好招待 把安乐部电话 说你拿起这笛子 就是我办公室 可以直接到我 然后每天晚上 送一份情报 战报 开始了 柴承文跟我讲 说开始我挺高兴 这个这个待遇不低嘛 拿起电话 就是金城 后来我一琢磨 这不行 他是首相 我哪能天天给他打电话问呢 你再找别人 没了 没有一个人跟他接触 他们吃饭就在那个 这个劳动党中央大院的市场 跟那些 这个因为他们原来 这个高级干部当中 很多人就是原来抗日战争时候 在在在延安的 所以叫延安派嘛 包括什么内务部 内务部的部长 社会部的部长 都是 但所有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 敢跟他说话 见了面 牛脸就走 后来徐辉告诉他 徐辉就是 内务部部长 徐辉说 首相 有指示 不得跟你多谈 所以你看 你不要怪大家 因为他们平常在延安 都很熟的人 谁都把他们说话 结果弄了 再说那个战报 开始挺高兴 过两天 明白了 金日成 头天晚上给我的 都是第二天早上的广播稿 所以你看 二十三号回 他回来树职 这个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 那种人大骂 说这个柴城的 你搞的什么情报 我们都看了 报纸上都有 他精神给我的救测呢 封锁消息 他主要是不想让 这个中国 参与 这场战争 那么 人川登陆以后的情况 立刻发生了变化 你想 人家七万人登陆 这个 这个 人川港 只有一个联首位 所以三下五串 就登陆成功 而且一登陆成功 马上兵分两路 一个北进 打这个汉城 一个就包围了整个 洛东江的部队 这下 这个金城一下陷入危机 他四十万 军队在这个 南方的 没有整建制撤回来 全部被打散了 那么 眼看着 这个 美国军队就到了三八线了 这个金城着急了 9月28号晚上 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 商量 究竟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 说这个 赶快先给金城打个电报 不是 先给萨林打个电报吧 所以他 连夜就起草了一个电报 后来 还给这个师弟科夫看 师弟科夫 所以 师弟科夫还不看 说你别给我看 你就直接打给 萨林同志就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 萨林也很不高兴 他生怕也是 不知道哪点 又得罪萨林 他这个电报呢 写的是 非常的诚恳 说这个战争竞争了这么长时间 朝鲜劳动党 朝鲜的劳动人民 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 孤军奋战 要流尽的最后一滴血 现在实在是撑不住了 希望 这个 苏联给予直接的 军事援助 就是让苏联派部队 因为他部队打光了 没人了 然后后边又说了一句 如果您认为 这个苏联要直接派军队 不行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组织一支 国际志愿部队 先看那个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那不是共产国际 搞了个国际纵队 30号电报到 1号 萨林回电 金城同志 你为了什么 国际无神阶级 什么什么 眼神一番 精神可嘉 要继续奴隶 但是 这个苏联的是不能派军队的 因为我们跟美国呢 是有约定的 但是我想 中国人是可以去的 这个事呢 你不要着急 我去找毛泽东谈 这个金城一收着电报 傻眼了 连夜就找这个倪智亮 他就跟那个谁 朴宣勇两个人 联名写了个求援信 现在这个信呢 就在 就在这个 这个 北京的那个 军事博物馆展出了 因为原来 发表的时候 是把朴宣勇给 给抹掉了 你看就是金城 实际上是他们俩写的 而且还是用中文 金城中文很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朴宣勇后来就当了替罪羊了 给枪毙了 那金城说 这战争为什么打败 都是你勾结美帝国主义 背后搞了我一家伙 这个就把这个 朴宣勇给枪毙了 所以后来你看那文件 他们 被他公开的文件 原来 包括咱们 没有朴宣勇 只像他们两个人 那么 10月1号呢 斯坦林同时给毛打了一封电报 说希望 他说你不是准备好了一支部队吗 我看现在是可以出动的 可以出动了 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请你立即派部队过江 这个援助朝鲜 这就是10月1号的电报 那么10月1号呢 毛正在天蒙城楼在检阅呢 一下接着这个电报 当场写了个回电 说这个 我立即派部队参战 第一波 第一批部队去三个军 是几月几号 是9月15 10月15号出动 第二波批部队 再三个军 什么时候出动 然后后边又拉了一个 但是我 这个说中国呢 缺乏武器装备 拿了个很长的单子 这个文件呢 就登在1987年出版 这个建国以来毛文稿上 第一卷 但是后边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武器装备的单子没有 钱的那段有 很多人呢 都认为这个时候 中国就决定出兵了 其实不对 1995年12月25号 华盛顿邮报突然登了条消息 说俄国大馆发现一封电报 也是10月2号 也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 电报说 中国不能出兵 有什么什么困难 战争刚结束 什么经济恢复 又是什么 民主党派 不想打仗等等 武器装备不行啊 说了好多 总而言之 中国现在不能出兵 这个事儿曾经在史学界 就是轰动一时啊 因为两封电报 同一天的 都是毛泽东给斯大林 一个说出兵 一个说不出兵 后来经过调查 我也是找了中央文献 大案馆 找了很多人 后来跟这个金充吉 因为他编的这个 建国以来毛文稿 后来确定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毛写了这个电报以后啊 他没发出去 就搁在办公桌上 那么后来就当作档案 就给收进去了 那么实际情况呢 是这样子 就是10月1号 毛写完电报以后呢 跟这个刘少奇 中来几个人商量这事儿 说这个出兵呢 出国的作战 毕竟是个大事儿 结果大家说 还是要慎重一下 说是我明天 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 好 这个2号一开扩大会议 大家都反对 说现在怎么能出兵呢 当然会议的内容 我们现在不清楚 就是你像那个 李永珍呢 当时在京的一些军事领导人的回忆录里 写了这个情形 就大家都认为这个 现在出兵不行 你也打不赢 而且容易把战火引到中国来 所以呢 就决定 宣布出兵 那么什么 说4号5号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商量 那么 斯坦尼那边等着信呢 所以当天晚上 这个 毛呢 就召见罗申 跟他说了那么一番话 说中国暂时不能出兵 后来我找到这个电报 他后边还有一句 其实他说的是 这不是最后决定 我们还要开会商量 这就是10月2号 这两封电报的争论 后来到了什么时候呢 到了4号下午 这个彭德怀到了怀仁堂 因为本来说是 呃 4号开会 但是彭德怀 这个因为飞机的原因 他晚到了 一到会场以后 一看情况不一样 大家都 这个情绪非常低沉 也不说话 所以他 你看陈伯 彭德怀自述里讲 他说我也没法讲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原来他以为 是开发大西北呢 弄一大堆那个 那个图纸来了 他说一看不是 打仗 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上回去 住那个北京饭店 六楼 让我去去 说老鹏 告诉你怎么回事 他就把这事 他一说 说完说明天 主席 要单独接见你 你好好考虑考虑 到底能不能出兵 弘德怀那一夜就没睡着 翻过来调过去 第二天早上九点 直奔风格园 一见面 毛就说 老鹏 我就问你一句 你说 能不能出兵 弘德怀呢 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 如果苏联要是 完全撒手 不管 我们也不要管 如果苏联呢 半撒手 就是他能援助 他不出兵 但他能援助呢 那我们跟美国人 还有一搏 就还可以跟美国人 拼一拼 一拍桌子 就这句话 你现在晚上到会上去讲去 下午 这个 所以4月10月5号下午 彭德怀在 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 有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 就是所谓打乱了 再建设那一套 这都是公开的 爆料都登了 就决定这个出兵了 但是出兵呢 虽然决定了 这个毛呢 并没有告诉斯大林 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个苏联 到底怎么 什么方式参战 没定下来 他原来说 这个 其实7月2号 我看最早的是7月2号 这个罗生就跟周恩来 有个谈话记录 罗生的意思就是 我们出动空军援助 你们赶快准备陆军 这是美国刚宣布参战以后 斯大林就估计到 这个形势要复杂 就做了这么一番设想 以后呢 又又又几次 从8月到8月份 几次电报 都讲这个空军的参战的问题 但是中国决定出兵了以后 那苏联空军要是不出动怎么办 所以他决定让 周恩来跟林彪 说你们俩干脆 一眼见斯大林 对吧 这事给我弄清楚 到6号的时候 斯大林又来个电报 说你们到底那会开了没开 决定下来没有 我这个精神快顶不住了 7号 毛回电 说啊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 这个我们认为呢 现在出动还不是时机 你容我再准备准备 叫我赶着 斯大林又来个电报 急呀 毛泽东同志 我告诉你 现在是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时机 你看 他说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人不行了 德国人不行了 英国人垮了 法国人也摔落了 就剩美国人了 咱俩一连手 把他打败就完了 那个时候 台湾就自然回到你的手里 这个 这电报就是这么写的 这个 等到周恩来 林彪一去 双方一谈 出事 为什么呢 他们谈了半天 那个周恩来的意思 实际上他知道 中国已经10月5号已经决定出民 而且6号 国防会议也开了 8号命令都下了 组织这个志愿军 谁是司令什么什么什么 谁是司令员 谁是政委的 但是他不能跟苏联说 他只能跟他说 哎呀 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困难 怎么怎么 我们出兵呢 那是有条件的 第一 就是苏联 我们的装备不行 就全靠装备 苏联要配上 第二 我们出陆军 苏联出空军 你否则的话 我们对付不了 这个空中全是美国人 萨林的说呢 武器装备没问题 你要多少 给多少 要什么 给什么 这个空军呢 我们还没准备好 你们先去打 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后 等我们空军准备好了 再说 周永来何等聪明 一听就不对劲 说那这样 恐怕就不行 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 记录呢 不 这个 这个黑海会谈 这个记录 现在是没有 像一个有诗哲 都是当事人的 一个诗哲的 一个这个 费德林 就是俄国那翻译 大概 因为跟后来的电报啊 是吻合的 所以十一号 两个人就联名给毛 发了个电报 说 中苏会谈的结果 决定放弃朝鲜 这个林彪出主意了 说这个 这个啊 这个斯大林说啊 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就让京城到沈阳 建的流亡政府 啊 林彪说 千万别来 说你让这个京城 留在沈阳里头打游击 当然他 这个双方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别说 好 林彪打败了 他把战争引到东北来了 但是最后还是决定 建流亡政府 这个 因为 这个电报到了 这个北京以后 北京这边就着了火了 这等于孤军奋战了 你如果让我们打怎么办 没有空军 把彭德怀 从那个 那个压路江 赶快调回来 十三号 召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这个过程咱不清楚 但是结果是知道 决定 还是出兵 就是苏联空军 先不出兵 咱们先打 咱们先去 这个时候 金城 待不住了 金城打了个电报 说 不行了 这个眼看 平常就被包围了 我再不弄 我也被服了 跟着呢 这个斯大林 接到一个海军情报部 一个电报 说在原山 原山附近 就清津 东边 发现美国一支 特混舰队 看样子又要抄后路 又再来一次登陆 所以他马上 发了个电报 给金城 说你立即撤退 你组着这个现有的一些人马啊 干部都到沈阳 建立流亡政府 然后重新训练部队 老额病残呢 可以向远东苏联地区撤退 这个整个撤退计划 说由苏联大使帮助你 这个策划 电报刚发走 14号 这个罗胜的电报到了 说毛泽东同意出兵了 他们先出兵 斯塔林马上追了个电报 给金城 上个电报 作废 毛同意出兵 你再坚持一会儿 中国大军就到了 这边呢 毛泽东又给这个 周来打个电报 说你呀 现在赶快去找这个斯塔林 让他答应我两件事 第一 就是 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我现在没钱 给不了的钱 咱们打完仗再算 算我贷款行不行 第二 说你让他保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后 这个空军要出动 你不能 我那打了 最后他不来了 这会儿呢 周来已经回到莫斯科了 所以15号他就找了莫勒托夫 莫勒托夫 大概不知道怎么跟斯塔林商量的 反正回过头 跟周来说呢 贷款没问题 打完仗 这个咱们再结算 而且我们按半价跟你算 但是空军呢 不行 说我们原计划 就是两个半月以后 空军出动啊 也不会过鸦绿江的 这个周来一听 我们在朝鲜打仗 你不过鸦绿江 你算什么参战呢 得了 也没法跟他再说了 马上坐飞机 所以18号 又召开个政治局 紧急会议 又把彭德怀 从那个 鸦绿江边给调回来 最后三两 也是这个记录 会议记录没有 据说是彭德怀 火冒三丈要辞职 但最后 毛的电报 看这个电报 给这个十三兵团电报 还是照原计划出动 就是十九号晚上 就是七点 四个军 这样子中国部队在这个 十九号晚上就进入 是不是 讲了什么时候了 过了 我这个 一讲了就忘了 反正 这个过程 大体上 就是这样 当然后边 还有很多 我咱们讲了半天 不过讲了 从六月到十月的事 行了 但是最 最热闹的 就是 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留几分钟 还是给大家提问题 看看哪一位 在这个投票的时候 是在打仗 打到什么时候的时候 是不是在 在美国人权登陆以前的事情 是不是 他呀 这个 这个事现在 反正还是个谜 这事情大体上 是这样子 就是 因为苏联退出 安理会呢 是在 中华民共和国 成立的时候 中苏同盟条约谈判 苏联要让中国 进入联合国 但是 美国反对 蒋介石 后来苏联就退出了 出来 场战争一爆发以后呢 联合国紧急开会 后来确定是 北朝鲜发动了进攻以后呢 就要 组织联合 联合国军 这个时候呢 美国 这个苏联人 还没有回到安理会 曾经 米高阳曾经 劝过斯大林 说是不是咱们赶快回去 你到了 可以 可以发挥作用 实在不行 咱们就使用个否决票 但是斯大林呢 说不动 所以 没有 这个安理会没有回去 使得联合国 联合国军 组成的这个决议呢 顺利通过 但是 斯大林 为什么不回去 这现在没有任何材料 说明 OK 所以这个 我问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因为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的说法 我之前前面 有人说法 就是这个 整个是一个阴谋 因为就是史大林 要发动这个 就是制造这个 朝鲜战争 使得中国 卷力去 跟美国 做一个对抗 因为这 对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当时 就是说 本来是中国的 统一问题 是第一 第二这个建设 就那么多年的内战 是吧 本来是不要打 一个国际战争的 但是为了使得 就是中国 不得不依附 在这个苏联 这个集团里面去 所以他故意 挑动了一个 朝鲜的战争 向中国 跟美国来打 所以他为什么 苏联顾问 不到那个 那个 三马线过去 为什么空军 不要出动 为什么联合国 他不要投 这个反对票 这个都是 完全是符合 这样子 一种阴谋的 这个理论 你对这个理论 怎么看法 我不赞成这种看法 我觉得 这个 斯大林 没有这么 一个精密的设计 这个是 靠逻辑 推出来的 照我的看法呢 这个事情 它是一步一步 往前走的 我专门写过文章 你要在这 要展开论述 得又一个钟头 咱就 反正你可以上网 看看我写 我认为呢 这个 他是 他 他事先是想到过 如果不行 要靠中国 这个是判断 是可以下的 因为有文件 可以做这个证明 但并没有是 他原来就想让美国 中国跟美国 怎么弄下来 因为中斯同盟条约 已经签订 不存在 中国在跟美国 和好的问题 逻辑上 这个是讲不通的 而且呢 他也无法 肯定 中国就一定要参战 所以中国为什么参战 这又是一个 争论不休的问题 因为就毛一个人参战 大家都反对 如果毛不坚持到 中国根本就不参战 你不建一个流亡政府 就建吧 就完了 所以他整个 一个阴谋说 是很难成立 我个人看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说 有两次本来 他都说不出兵 后来决定又要出兵 那两次政治局会议 什么 以上说 本来有两次 周恩来他们去莫斯科 以后都说不行 对 这就是 就是到底毛 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 我一个基本观点 但是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在中文大学 那个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主要有那么几点考虑 就是所有中国领导人的考虑 都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 他认为呢 中国 这个时候不应该打 打又不一定能打赢 这是两个基本的论据 但毛的看法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因为毛不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他是从国际的角度出发 一 他是负责 亚洲地区的革命 你还别不信 这个四九年七八月 七月份 刘少奇去的时候 他们俩就有一个君子协定 斯拉宁说 中国是一个大党 将来世界革命 无产阶级运动 我们负责欧洲 你们负责亚洲 所以 他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那朝鲜爱打 他能不出兵吗 所以毛有这么一句话 说打败了 咱们也算出兵了呀 将来这笔账记着 还得跟美国人算 所以他不在乎战争 当然能打赢最好啊 从军事上讲 他是设想 怎么想办法打赢 但是从战略上讲 他必须出兵 就像后来 为什么飞过三八线一样 他说过三八线 不是军事问题 是政治问题 就是他的考虑 跟其他所有领导人 第二 就是除了这个嘛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宣布台湾问题 未定论 这个对毛的刺激非常大 你看 大概在九月份之前 所有中国报纸上 和中国领导人讲话 从来没有单独提朝鲜问题 都是台湾问 台湾朝鲜问题 所有的民主党的声明 都是这个 所以杜鲁门 这个做法啊 这个比较 我看是激动了毛泽东 所以他 毛讲了一句话 说你美国人说话不算话 你一月份你说 台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怎么到六月份 就地位这个未定 再一个呢 当然这个我想 这个对于美军 像过鸭绿江以后 到底要干什么 毛心里没底 所以他几次 这个表露 特别是周恩来表露这么个意思 说你只要 不过三八线 甚至你只要美国人 不过三八线 中国就不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看 这个为什么三号凌晨 周恩来要紧急召见这个潘尼加 印度大使 就是因为二号 政治局会议 这个扩大会议呢 没确定到底出不出兵 说四号五号在商量 周恩来就掐了这么个口 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美国人 你只要不过三八线 只要你美国人不过三八线 我们就不出兵 结果呢 这个潘尼加倒是把信送到了 这美国人不屑 说这中国来讹诈 因为麦克阿瑟认为 中国人不可能出兵 他要出兵应该在八月份 早就八月份出兵就完了 根本我登陆就没机会啊 他在最不应该出兵的时候 出兵 傻子那是 所以 这个十五号在威克岛会谈的时候 他说 他跟杜勒文讲 说中国呀 要出兵他早就出了 他现在出兵 那就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屠杀 所以毛的他确实 他有很多想法跟别人不大一样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为止 因为我们要这个教室要交出去 为我们星期四还有一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 而星期四呢 是波凶事件与中国 中共主上世界舞台 意思是说 毛泽东已经不但 着远于亚洲 他也着远于全世界 他又临着好声了呀 我们香港科技大学 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 重读中华人民 讲座系列的第二讲 那么当然我们讲者 仍然是沈志华教授 上次我答应会 介绍一些沈教授的 个人的情况 那么因为他 跟他个人有关的资讯 也是太丰富了 所以跟他一些 丰富多彩的 个人活动有关的呢 我仍然是留在下回分解 第三讲再介绍 那么今天简单介绍一下 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 沈教授近年来非常活跃 在先后担任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和 亚太研究所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现在也是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兼职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特评教授 主持多项 重要的研究课题 沈教授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苏联史 中苏关系史 冷战史 他著作等生 已经 以中 英 日 韩 俄等语种 发表了70篇以上的论文 撰写和编辑了10部以上的 学术论著 整理出版了几十卷的历史档案 重要的历史档案 他的学术论著 然后包括苏联专家在中国 以及一系列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著 德国学者呢 这个看法不尽相同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 关于决策动机的问题 因为 有两个问题 就阻碍了这个研究的进步深入发展 一个呢 就是 很多档案还没解密 比如说 这个俄国 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有很多 没有解密 这个嘛 你就很难知道他 做一件事情 他决策的时候 内部是怎么讨论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 只是他发出去的电报 或者下达的命令 或者指示 这是一个 困难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档案 也有大量 或者是更多的 没有解密 当然有很多是 是因为就没有档案 比如 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的那几次 书记处 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没记录 毛泽东 毛泽东不许 记录 这个 现在嘛 只能靠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来来来 再加上 会议以后做的决定 或者发出的电报 来判断当时 这个会议的情况 所以整个研究的情况 大体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呢 我只是 根据新的这个档案文献 从我的解读 的角度呢 把这个 传言战争的过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大家讲一讲 朝鲜半岛上的陆军 就是日本陆军 谁来负责呢 没有明确分工 在波斯坦会议上 没有明确讲这个事 主要是我想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进展的这么神速 所以美国一扔原子弹 这个苏联第二天第三天决定 马上出兵一百五十万大军 一进入东北 日本就要投降了 这个时候呢 苏联红军最先进入了北朝鲜 八月份就开始向这个汉城挺进 八月十六号的时候 美国人呢 觉得不行 这个如果朝鲜半岛都让苏联人 站到有问题 所以呢 国防部就赶快 做一个计划 那么他们就拿个朝鲜地图 看了大概 各百分之五十中间 刷刷了一条线 就是三八线 刷完了以后 他们并没有想 这个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 他给他留了很大的余地 据他们后来国防部回忆 讲说 如果是这个三七线 三八线 这个三九线 总而言之 汉城给这个苏联呢 他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因为人家这个苏联红军已经进入这个朝鲜半岛 而美国的海军呢 离日本最近的还在那个冲绳打呢 还有大概六百多海里 但是 这个麦卡瑟也好 杜鲁门 这个国防部谁也没想到 18号两天以后 在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重视 那么他编了几十本 档案文献 更是功德无量 我们这个讲座叫做重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所谓重读就是重新认识 重新解读 那么沈教授就是中国内地 目前重新解读和编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领头人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他怎么样重新解读 共和国的第一场战争 朝鲜战争 欢迎 今天早讲那个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近十年来 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一个题目 也是五十多年来 这个现代国际史关系研究当中的 最热门的题 为什么呢 因为十年以前呢 这个共产党这边的档案都没解密 所以研究的人特别多 主要是美国人 但都是瞎猜 因为他没档案 到底斯大林怎么想的 毛泽东怎么想的 金日成怎么想的 他不知道 就是猜 那么十年以后呢 这个档案是不断的解密 但是呢 大家的解读不一样 所以呢 争论也非常大 就现在 中国学者 还有这个美国学者和俄国 我们要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或者有时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上次上一讲呢 我讲了一个问题 当时我提醒大家注意 我说中苏同盟条约 中国提出的那个方案 关于这个长春路 旅顺港和大连港 那个方案 是1月28号 被斯大林接受的 两天以后 也就是1月30号 斯大林做出了 要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 这个事情呢 咱们还得从战后 这个这个 把战后发生的情况 大齐捋一下 你就知道 斯大林的想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三八线 因为三八线 其实在三八线 划定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包含了 斯大林对战后 整个远东问题的设想 我都快看不见了 总而言之 那个汉城那是中心 对吧 这个汉城稍微靠北一点吧 就是三八线 那么你记住 有一点是连上的 你看一下大连 然后看一下日本的北海道 三八线就是这么穿过去 当时打这个 日本关东军的时候呢 美国跟苏联是有分工的 这个 美国呢 打这个太平洋和日本本土 那个苏联呢 打这个东北 当时对于